大家好,欢迎来到怪谈百物与周日党,我是妥仙人 其实我这儿还有1100多节短片灵异节目等你来听 搜索妥仙人鬼故事就可以找到了 我这是每天更新,欢迎您的光临 那么咱们闲闲少去,开始说事 有一网友叫做天堂的后门 他分享了一件在旅行中听旅友讲的事 这个旅友说呀 那年我在内蒙古那边旅行 路过一个村庄,准备上完一个网友家里住宿一晚 这个网友叫做老钱,是汉族人 老钱在此地已经住了大概四辈了 家里有老人,有老钱夫妻,还有三个孩子 一共是七口人 他们家里条件还行,比较好客 我拿钱当住宿费呢,他干啥也不要 后来为了几斤推扫,他终于收下了 我们在吃饭时聊了一些生活琐事 他家孩子也问了很多关于城市的问题 反正是挺开心的 因为我是初来乍到,我就问 老钱啊,咱们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风俗习惯呢 我作为旅行者得入乡随俗啊 老钱说啊,也没啥特别的 你就是注意点礼貌,客气点就行 就这样,天色不早了,我们各自休息 当我睡到半夜时,起来上厕所 就间院子里有手电的光,还有人在说话 说的是本地方言,我也听不懂 我出来一瞧,老钱在外边呢 好像跟几个村民在商量什么事 老钱见我出来了,就笑了一笑 也没说什么 我就过去了 我说老钱啊,怎么了这是啊 这么晚了有事啊 啊,也没什么事 就是村里人过来找我帮忙 他们家有事,我们家没事 没什么,你就睡觉去吧 睡觉吧 我一看老钱态度好像是 有什么东西不想让我知道 我想我也不是本地人 可能是有避讳 那我就别管了 等到第二天早晨 我准备跟老钱道别 继续踏上旅程 老钱就问我 那个今天你要上哪啊 什么路线呢 我就拿出地图来 啊,就是从这儿 通过这儿走到那边 就是这条路线 老钱一看 哦,这个路啊 哎呀,那你晚上啊 最好能够找到村子来住 千万别在荒郊野外 这个露宿 我看你背着这个帐篷 千万别扎帐篷 容易出危险 知道不 我一听 危险 什么危险呢 哎,说危险也不太危险 就是荒郊野外的不好呗 你尽量晚上别赶夜路 要是晚上你看见有人转悠 你就别过去就行 反正就是加点小心 哎,能住宿就住宿 就别硬撑着走夜路 就是天黑之前呢 尽量找到人家住宿 就这点事 哦,那行 行,那我记住了 我想可能是这个附近有什么风俗 我不知道 那就是别走夜路了 是吧 入乡随俗嘛 于是我告别老钱 继续踏上旅程 我作为旅游啊 旅行的地区都是没有开发成旅游区的 都是偏远的 风景确实不错 就这样 我边走边欣赏 这一走就走到晚上七点多 我一看天色黑了 我心想 那赶紧找人家投诉吧 毕竟老天说了 不能走夜路啊 可是没想到 我又走了很久 还是没有村庄 嘿,怕什么来什么 这看来只能是在野外搭帐篷露宿了 嗨,不过也没事 又不是没有露宿过 那就找一个平常地方搭帐篷吧 我就找来找去 手电筒往前一照 嘿,前面有一个人影 嘿,太好了 既然有人了 就说明附近有人家啊 有人家就能投诉了 即使是也是像我一样的旅行者 那也算有伴了 哎呀,真是缘分啊 我就打手电 照着那个人的身影 就奔着去了 可是我越走越近 等快靠近时 就感觉有点不对了 我发现这个人啊 一直在原地 在那转圈呢 既没往前走 也没往后走 在原地转圈走呢 这是干嘛呢 找东西啊 这范围也太小了 而且我用手电照他 他也没在意 也没往这边看 也没问 这是为什么呀 突然间我想起 在临出发时 老前说 要是遇到有人在附近转悠 千万别靠近 难道他说的转悠 就是这个意思呀 这怎么还真是转圈啊 这个人影 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 这到底是干嘛呢 这很有可能是 地方的风俗习惯吧 哎 这回开眼了 我就打着手电 又向前走了一段 这回我用手电一照 好像看清了 只见这个人身上衣服 被撕成一条一条的 都烂得不成样子了 身体都露出来了 而且身上带着血迹 头发披散着 胳膊向下搭了着 脚脖子上拴着一个铁链子 铁链另一头被钉在地上 这个人就拖着链子 被困在原地了 就这样被链子拴着 一圈一圈的走 而且嘴里发出一种低沉 嘶哑的声音 啊 我就站住了 开始这个人是背对着我 等他走过去 再转回来时 我就看见他的脸了 我的天哪 这个人的脸已经烂掉了 带着鲜血 鼻子已经没有了 只剩一个窟窿 牙齿也露着 因为嘴唇没了 两只眼睛就是两个黑洞 而且脸上有地方都没有皮了 都露出骨头来了 哎 我当时吓得腿都直了 动腾不了了 我就愣在原地 什么也干不了 这个人继续绕圈走 又绕成背影了 又绕成正脸了 他明显看不见 我用手电的照他 而且也不知道我在附近 我就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的 愣了至少二十秒 然后猛然间像打了兴奋剂似的 掉头就跑啊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想离开这个适配之地 就这样我一个人 在黑夜荒野时奔跑 也不知跑了多久 感觉肺都要跑出来了 就在我累得要崩溃时 前方出现一缕灯光 我赶紧跑过去 跑近了 发现是一户人间 我上前敲门 唠唠唠 有人吧 救命啊 有人吧 快开门 开门的是一个老头 哎呦 小伙子 你这是脸色煞白的 这是干嘛了 累成这样啊 大爷 大爷快让我进去 我进去 我不吓死了 哎呀呀呀 赶紧进来吧 进来吧 快快快 进来坐下 我进屋一瞧 屋子里有一个年轻女人 还有一个老太太 哎呦 小伙子 我看你是一个背包旅游的呀 是经常有这样的人 我都认识 那个这个是我的老伴 这是我儿媳妇 都不是外人 你你你把气喘匀了 喘匀了再说 哎呀 哎呀 老大爷 我跟你说 我刚才看见 看见事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把我吓死了 什么呀 那是啊 哎呦 哎呦 怪不得你吓成这样啊 哎没事没事 那个就是走失 也没啥可怕的 别靠太近就没事 别让他够着就没事啊 来来来来来 喝点东西 来来喝点喝点 啊 大爷 走失 什么意思呀 哎呀 你是外乡来的 你是不知道 我们这儿有人去世时呢 一般是停放一个礼拜 看看这个死人有没有变化 要是没变化就埋了 但是有的人呢 就是他就走失了 知道吧 就是站起来了 会走 然后要是抓住人了 就咬 这个挺麻烦的 不过也没多大事 就把他拴上 让他走几天 就是让他死透了 该埋埋就行了 哎老大爷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你们这儿经常发生这事啊 啊 总有啊 我这么一问 老大爷老太太 儿媳妇都乐了 老大爷说 嗨 哪能总有啊 要是总有 那还有人敢住吗 这就是昨天晚上的事 昨天晚上的活过来以后啊 就是我们几个到处找人 找了好几个撞牢力 这才把他拴住的 哦 我一听才明白 原来昨天晚上有人找老钱办事 看来就是这事啊 怪不得老钱今天早上跟我说 说问我行动路线 还嘱咐我呢 哎 老大爷 不对啊 要是昨晚的事 那这尸体不能烂呢 我看到烂的不行了 皮都掉了 肉都没了 而且身上衣服都烂了 那明明就是已经很长时间了 都腐烂了 老头一听 哎 不能啊 昨天晚上栓上是还挺好的 哦 那可能是碰上野兽了 野兽给啃了 可能是 你也别多想了 睡觉吧 等明天早上起来 我再找人看看去 这事你就甭管了 也是我们本地的事 跟你们外乡人也没关系 啊 别多问了 睡觉吧 等第二天早晨 我很知趣的没有多问 就直接告辞老人一家 又踏上旅程 临走时 儿媳妇叫住我 哎 你 那个你知道就行了 别出去乱说去 让外人知道了不好 哎 哪不好啊 怎么不能说呀 哎呀 反正你说了也没人信 以前也有外地人遇到过 但是 谁也解释不清 时间久了 这附近的人 我们都习惯了 我们在这儿住着也挺好的 你要这么一说 要都知道了 我们可能就住不了了 那要是搬家的话 那就麻烦了 我们也不想搬 还有你们汉人不也说什么 死者为大吗 你说人都死了 你就让他安息吧 就别研究了 啊 行行行 那我听你的 我都不说 我不说 就这样 我带着满腹的疑问 就离开了此地 这就是这位旅友 在内蒙草原 见识到的一次奇特事件 这位旅友对这位网友说 说你肯定想打听一下 这地方到底在哪 但是我得遵守诺言 我不能说 这事你要是愿意相信 那你就相信 要是不信呢 就当一个故事 也是挺好听的 本故事是由唾仙人 为您播讲的 搜索唾仙人鬼故事 收听我一千一百多集 精彩节目 那么本期的怪谈百物与周日党 就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